这酒喝的估计那菜得老硬的 这顿酒的代价就是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 被处以行政拘留十天 换个话题 说捐献器官是生命的精彩谢幕 是留给世界最好的礼物 在为他人带来新生的同时 也在传递着生命的大爱 这两天在沈阳一位心存大爱的父亲 就用平凡生命最后的闪光 为另外五个生命点燃了希望之火 如果说他不坚定 他聊了一下什么 我可能也会退缩 2月22号半夜 小鹏的父亲在家起夜的时候 突发意外 我一听声我就把他扶下来 我就看他 我说你没事吧 没事 父亲7年前得过脑穴栓 一直在家静养 这一摔当儿子的心里很担心 当天晚上我就这个觉就 我就没睡 我睡不着 因为是22号头12点的事 我一点我就去他那时候 我就看一眼 我就是我 我不放心嘛 看一眼 一推门一看 人已经丑了 下人赶紧拨打了120 紧急送到了北部战区组医院 和平面区 我数学已经很危险了 当天的早上 虽然说我们不懂嘛 但是一看已经便利也挺大 病条还是挺重 我都学到突如脑石了 所以这个用手术这个 实际都没了 所以我还在维持 住院之后 小鹏的父亲就不能说话了 跟家人的沟通全靠大家猜 他握着手 他就用这儿抠 我就感觉好像是 他是有什么话要说 但是吧 说不出来 我只能是问 他那时候还能 脸头摇头 他明白 当时就是我说 我们还在 遗言之 他摇头 我说那我回家 他也是 但是老头 我突然我就想起来 这个事 我说爸 我说你是不是想 军县是气过 他变他 就是他到那时候 他就是这事 他就没方向 说到这事 小鹏想到了几年前 父子俩的一段日常交流 吃饭 实际上就是 头一当中说的 如果说我 百年以后 有那天的话 我希望就说 把我这个 就是 器官 全认出去 因为你说你好好的 对不对 你说这个 就开玩笑 我觉得是一杯 本以为是父亲随口 一说 却不想在他 弥留之际 竟然最惦念的 还是这事 就做二米 你说 我觉得那几天 每次反复 一天我能问他几遍 我就反复确认 因为我 因为这个决定 可能说 你不经意的时候 你不当事 你真到这时候了 就真到 你要下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很沉重 我一天 我至少得跟他 确认三遍 他都很简定 就是点他 初步的患者 想捐献脚膜 肝脏 肾脏 这样他可以救五个人 脚膜 就是这两个脚膜 可以救两个失明的患者 然后肝脏 可以救一个肝衰的患者 然后两个肾脏 分别给两个患者 两个尿病症患者 经过家属的同意 北部战区总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 帮忙联系了 辽宁省红十字会 给家属讲解了一些 关于气候捐献的事情 把政策告知他们 然后签署了一些文述 如果实现的话 它就会是咱们辽宁省 第643例的 气候捐献者 其实我觉得是好事 我自己觉得这个事 它就是一件好事 我想跟我爸说的 两个事 爷们 几天之后 小鹏的父亲 突然病情加重 离开了相伴几十年的亲人 和朋友 患者现在基本上 处在一个脑死亡状态 没有自主呼吸 基本上没有反射 什么情况 所以现在就靠呼吸维持 回忆维持我们从这 往手丝去推的过程中 就用那个人捏这个 保持他呼吸 保持他供养 那到手丝以后 按照家属的一个意愿 不继续抢救了 等他去世以后 做器官捐献 那个曾把儿子 高高举过头顶的人 那个风雨中牵手领路的人 那个要强一生的爸爸 就这样走了 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的手掌 多想用我的一切 换你岁月流长 但谢谢你用双手撑起我们的小家 谢谢你用另一种方式存在 感动大家 我先跟我爸说 两个人 爷们 给他人希望 让自己永恒 了不起 器官捐献 对于本人和家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能轻易下的决定 小鹏也有个很多次的动摇 但是父亲的坚定 也让小鹏深感敬佩 同意完成父亲的遗愿 生命因捐献而延续 生命因捐献而美丽 如果你也想成为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 可以关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登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网 进行网上登记 三哥 我今晚请你吃饭呢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还是你发烧了 想吃大洋这一口饭 那真是相当不容易啊 怎么能中彩票了 我昨天把买了只烧鸡 我吃了两口顶住了 我合计这玩意扔了怪白虾的 感觉是自个儿不惜的吃的玩意儿糊弄我的是吧 我可不捡你那狗事 烧鸡 我这有烧鸡中的战斗机 肯定比你那香 香啊 这真挺慢 今天我们溜达到了沈阳长江街和昆山中路的交汇处 干什么来啊 整着烧鸡 就这家道口烧鸡 这家经常吃什么 咋样啊 好吃 特别好吃 我每周都过来 这一样不少啊 你好 欢迎光临 人家什么特色啊 人家是烧鸡特色 不是 烧鸡肯定是特色 其他的呢 叫金丝卷 那大肉球子什么呀 咱家的叫老板煮 外边是猪煮过的 里头有998的净瘦肉 口感特别酱油胶口 烧鸡给我来一只啊 肠都有啥肠 咱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咱家的铃鸡肠 里头就是998的净瘦肉块儿过的 一共多少钱 一共消费110 所以大袋啊 满满的东西的 才110块钱 它价真不贵 走吧 回来尝尝 啊 真香啊 刀工不是那么好 但是刀工呢 并不影响它的美味 哎呀 这小奔杰 下 流油了 先来个小腿 哎呀 这小肉 我都流口水 好香啊 嗯 很容易脱骨 也不是很咸 反正总之就挺香啊 咱在厂商里边的肉撕开 哎 这一打开这味 一下就散开了啊 来 尝尝这个鸡胸肉 嗯 这入口 入口那个味道一下就在口腔里散出来了 很香 它那个油啊 包括那个肉的味啊 都在里 烧鸡的品牌也太多了 每家的味道都很不错 但你要说差在哪儿 只有你吃上才知道 它这个香味啊 那种入口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 这里边有不少我东西讲 骨头肉 老板煮 还有这个 那我们家店员特别推荐这个 金丝卷 松花蛋 里边瘦肉 尝一尝 这有点意思啊 它这个金丝卷外边这个 刚才是我以为是 那个啊 就豆腐卷 它用鸡蛋 鸡蛋煎的 这个鸡蛋香夹杂着这个里边的肉香 挺不错 炸肉球的 老板煮 店员说里边有98%的瘦肉 再加了一些肉皮之类的 尝尝 肥肉皮 就是很Q弹 好吃 好吃 很香啊 然后里脊肠 这里脊肠 口感偏硬 但是很筋道 也很香 好吃 来咱们再尝尝这个猪头肉 2月2的哈 都可以备点猪头肉 嗯 所以所谓的猪头肉都说好吃 对吧 它不是全肥也不是全瘦 肥瘦相近 我今天还吃到这个脆腹 爽脆还香 但是分酱 我估计更更少了啊 怎么来说啊 道口烧鸡 参加无论训练 头牌烧鸡 包括这个熟食啊 猪头肉 香肠等等 这个味道 真的没得说 怪不得 人家能开四十多亚分店 这个东西质量 啊 绝对是港港的 道口烧鸡真挺牛 一咬满嘴直冒油 你光冒油还不行 好烧鸡 还得是油而不腻 瘦而不柴 一口一口神仙享受 还有啊 人家可不只是烧鸡香 门店里边五六十个品种呢 可以说是要啥又啥 只要你爱吃熟食这一口 无论是烧鸡 还是猪蹄猪头肉等等等等吧 他们家都有样样都不烂 各位家人 准备好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 扫码加会员 八八红包等您来抢 看咱节目不白看 老三实在不忽悠 现在扫码加会员 拼手机红包 最高88 咋操作可都听好了啊 我可就说这一遍 打开微信 扫描这个二维码 出来红包 你就可正点 出现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陆 您就是咱们大海热线的人了 成功加入的人 都去微信支付里边查查去 现金红包 立马的到账 没抢过瘾的 来 听我的口令 继续扫这个码 点击右侧 转发按钮 出来个海报 按住识别 转发给亲朋好友 这好事千万别藏着掖着 现在分享到亲朋好友群里 一起抢红包 能抢多少抢多少 反正我买单 你怕啥呀 来 工作人员现在把中奖率 给我调到最高 只要现在扫码 老三保证 每人一个大红包 谁抢到88了 赶紧告诉我 老三再送一份特色礼物 兄弟帽文化绅 你随便选 加入热线会员 红包只是个见面礼 后续福利 一波接一波 尤其是 孤独寂寞冷的单身朋友 你不是好挑吗 你不是要求高吗 你不是衣服着吗 通通交给咱 不怕你要求高 就怕你脸太小 庞大的单身数据库 科学精准匹配有缘人 热线红娘来把关 钢筋红绳一起拧 看到线索想爆料 遇到困难想求助 现在咱们大海热线 就是您的微信好友 随时联系老方便了 每周热线福利购 9块9买所有 都先磕着咱家里人 还合去啥呢 赶紧扫码呀 在准登门要钱 大哥说啥不还 快快二年利息没给我了 就得抄药了 药挺长时间了 这不也没给吗 至于三万块钱 双方再起纷争 这干啥 就是我不是 我问你们这是啥意思 我老王你再差钱 差不差这钱 这啥意思 这啥意思 关一离 夺乱账该怎么算 孩子上学不敢套 外卖小哥来帮忙 老爷喝醉酒 刷子来梳头 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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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穿针引线谁都会 这样操作你会吗 大海日信稍后播出 还没好 还没好 可谈喘老曼芝还没好 老曼芝可谈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下秋两季以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还没好 还没好 老曼芝可谈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以生黄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 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一粒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重配方 一粒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一粒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北方嗨购为您精选 火爆的酸奶大麻花 和经典口味豆沙馅大麻花 原料精选 最优质小麦磨成面粉 经过加工发酵 反复油炸 口感香糯 软硬适中 走瞄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款夹丘大麻花 用的是相当讲究的原料 采用传统工艺制作 手工拧麻花 让每一根麻花的口感 都软糯又不失劲的 无论是做早餐 还是日常做零食 这酸奶大麻花 你咬上一口 细品 有麻花的麦香味 有酸奶的酸甜味 还有一丝淡香味 红豆夹心更不赖 快买 今天有赠送 不想错过这口的 赶紧拿出手机 上到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 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酸奶大麻花加豆沙大麻花 组合180克一大根 这市面上6块多钱一根 咱们这是买6根 送两根 一共8根 还不到40块钱 大伙千万别错过 说起抬球厅 对于咱们大部分人来说 那是娱乐放松的地方 不过最近有这么一家抬球厅 玩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明摆着是打抬球 暗中干的却是这事 对呀 走多一样 来 走多一样 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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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包头 对呀 手包头来 手包头 对呀 对呀 所有人手包头 来 手包头 手包头 打抬球打得好好的 警察叔叔就突然上门 真是咋回事啊 不许说话啊 都跌头 把头都跌下 你往前 我退后点 所有东西全放里 所有的所有东西 还没有东西 老大人 没有 皮夹都放下 要说这家抬球厅 还真有点古怪呢 本来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可最近突然有大量私家车 停在门口 但进到里面 却没几个人在打抬球 这人都哪去了呢 经过民警的深入调查发现 这家抬球厅的经营者 利用抬球厅作为掩护 在抬球厅内部 进行聚重捕博活动 残土地点 就在抬球厅内部的低压室内 好嘛 果然有问题 抬球厅里居然还有个赌场 得 一个也别想跑 坐下 走 坐下来 坐下 坐下来 坐下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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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 坐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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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说话啊 都跌下头 反头都跌下去 你往前 我退后点 所有东西全放里 所有他的所有东西 还没有东西 老大员 没有 皮夹都放里 放里 在收网行动中 警方登场抓获 参赌人员19人 当场收缴 赌6万8千多元 民警新闻了解到 来这里的人 大多玩的是 斗牛扑克游戏 抬球厅经营者 通过向参赌人员抽水 也就是抽提成 来获取暴力 牛牛抽啊 还是说是暗扑克抽啊 还是说是那个 怎么抽 通杀抽 通杀吧 就是庄家通杀抽吧 抽多少钱 通杀一把抽钱 通杀一把抽十块钱 扑克算钱吧 你们玩扑克算 扑克就是白用他家扑克玩呗 对 经审讯 该抬球厅经营者 在抬球厅内 涉赌抽投盈利 三十余场次 非法获利三万余元人民币 目前嫌疑人张某 赵某薛某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其余参赌人员予以行政出发 机关算尽 到头来终是法网难逃 俗话说 你耕田来我之不 夫妻恩爱苦也甜 这时代发展 现在过日子都不用织布了 但是还少不了要穿针引线 缝缝补补 那属于媳妇干的抗上活 老爷们就使不上劲了 那得看是谁家老爷们 你看人小冷 那为了帮媳妇 把自己练成了穿针引线小能手 这 这是什么绝活 这怎么用嘴还能穿针呢 这也太厉害了吧 他自己穿不上针 然后让我过来给穿 突然间我就想到可能小的时候 有那么个印象说有人用舌头穿针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我也试试 我觉得好笑呗 你说他跟你开玩笑 对对 我觉得那个他可能是逗我玩 当时我试试就是没有成功 然后反复尝试 然后这个针是怎么摆放的 然后是 就是说他竖着在嘴里面好穿吗 还有说是横着好穿 小冷在媳妇面前吹了牛 夸下海口 我用嘴穿的都比你快 结果没成功 这让大丈夫清和一堪 于是接下来的几天 小冷不断地练习 终于大功告成 练了可能有个几天的时间 突然间就成功了 我就很震惊啊 没讲到他能把这个弄成了 对我就觉得 就因为他自己不停地 就每天晚上那么练嘛 居然还真的就成功了 因为我自己也试了一下 用那个线在嘴巴里面那么弄 确实还是很难 就我根本就感受不到 那个线到底头在哪儿 然后针在哪儿 可能就是一个感觉了 就放的位置差不多 针在这个线头的上方一点点 然后 你怎么能判断这个针就在线头上面 那一点点 那线头 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感觉 这是什么感觉呢 看来这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呢 记者用秒表计时 他在一分多钟的时间里 连续穿了十根针 平均十来秒就能穿一根针 快的时候几秒就能搞定 打小呢可能就张跟头啊 前空翻后空翻 打把式证比较多 然后自己也练习 可能对于这种各方面的肌肉的控制 可能对大脑的控制 左右手的协调性要比正常人要好一些 本身我也是体育生经常也在锻炼嘛 就可能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说就过了嘛 就没可能他真的自己就把它练出来了 那以后你做针线活的时候有好帮手了 有好帮手了 这真是功夫不负有些人了 这下小冷媳妇以后在做针线活的时候 就再也不愁穿针费劲了 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努力的 就是说通过做这件事情 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你做到了 对自己的肌力是很大的 喝酱油刷九分 这哥们是不是咸的呀 这话说的 那你不嫌 你天天忙 那你收获啥了 你成就格哪呢 你干啥大事呢 我估计呀 他媳妇肯定不能说 来我今天缝个衣服 你用舌头给我穿个针我用一下 那不可能 其实用舌头穿针引现这个过程 就是生活当中的小乐趣 是对媳妇满满的爱 用了黄金油 咳嗽不发愁 感谢评传去谈效果嘎嘎好的 黄金油浇丸 对八新闻板块 嗷嗷给力的支持 可惜 我的朋友 我们是买了 我们是蛮任务的 看救出 地铁门一开 大叶冲出来 看看这万马奔腾的气势 知道的你们是去钓鱼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要去剿灭冬海龙宫呢 当时觉得很壮观 这些老爷子应该都是已经退休的 肯定也无聊 找点业余爱好打发时间 你们这是打发时间吗 你们是赶时间吧 将一起一小月光的天气 小藏天地是文青 棍子手中握 套路心中过 其实我是那个练散打的 然后当时晚上训练完 想着出去拍一个武术视频 谁知道一下给棍子扔上去 就把那个路灯怼爆了 现在也非常的尴尬 十年习武无人问 一招调灯天下指 视频留好 这可是重要证据 懒人不可怕 就怕懒人有文化 姑娘为了看小说 那是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三个挂钩墙上一天 妥妥的手机支架 再开个自动翻页模式 解放双手 就是那么容易 当时我朋友在看小说嘛 然后一直拿着手机比较累 他就想这么个办法 他平时就挺搞笑的 然后我就给他录下来 大脑发达 四肢白打 你要这躯壳 其实有啥用呢 您床起晚了吗 送孩子还来得急吗 不要急 一键下单 急速送达 我们不仅送外卖 送快递 只要您放心 亲儿子也能给你送到目的地 起来得也比较晚 他们需要门口 还是很堵车的 就想着可能骑摩托 能更快一点 对前往不想迟到 我们离时下还是比较近的 大概十分钟左右 他有一种前我也跟他讲了 说坚守交通规则要慢点骑 注意安全 确实是第一次这么送 因为送两年了嘛 都是开车送的 但是他们学校门口 确实非常非常非常 今天有交警就好一点 叮咚 是张老师什么 您的外卖一送达 麻烦签收一下 给个五星好评哟 我听过 你爱不爱 你爱不爱我 我问过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我 哎呦哎呦 老爷的大宝贝 作为老爷的心头肉 你这造型可不能乱 来来来 老爷给你梳梳头 宝宝无奈撇着嘴 老爷有点渣得慌 请点行吗 那天买了这些刷子 看孩子从来比较乱 喝多了 我买了刷子 穿了刷头 他整天整了我 粗糙的男人心 细腻的言孙情 男人的事情 你不懂 特别是喝多了以后 你变了 你一定是不爱我了 你外面是不是有猫了 回家倒头就睡 你看看你现在心里 还有这个家吗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假装看不见 老公每天下班过后 都要抱下他 就那天下班有点晚 有点累 然后我们要抱他 他就说在那个角落里 顿着我老公看 别睡了 起来 今天要不把事说明白 谁都变得好 接着了 小张是一个 一老本食的农民 六年前 小舅子一家急需用钱 他就以个人的名义 跟自家邻居张嘴 借了三万块钱 帮助小舅子渡过了难关 这姐夫当得够格呀 可是几年过去之后 小张的家庭状况变了 他跟媳妇离婚了 于是小张就开始犯愁了 当初自己替小舅子 借的钱还没还呢 这事得追呀 你好 你好 这家现在要在我家来了 在我家屋里呢 那我们进去了解一下情况好吧 可以可以 张志是地道的农民 平时靠务农和农舜外出打工为生 如今债主纷纷登门 他却不知如何是好 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可为什么 憨厚老师的张志会放赖不还呢 我找忙要这钱 用这钱我自己花呀 我找忙用啊 在家到年末了 到时候了 这不有多年格了吗 就得抄得要了 要挺长时间了 这不也没给吗 这借钱容易 还钱难 债主说 自己要不是看见张志老实本分 说话一诺千金 又是相立相亲的 也不会把自己的血汗钱借给他 可如今 约定的还款时间都过了两年了 债务人却连本带利 一分也没还 这让他们觉得 对张志看走了眼 而张志这边呢 也觉得自己是有苦难言 当时我在院子里干活 我的岳父和我的小舅子 直接打车过来 到我家里没有旅回我 得到院干活 自己进屋里边 他们来到屋里边 抗挺冷的 让他们上抗 我的岳父躺在那 我的小舅子坐在这玩手机 我问他发生什么事 他说家里边的孩子有病 住在了医院 急需用钱 当时我的妻子说这句话 咱家条件事虽然不好 但是救命前咱必须得帮 我说帮我们无能为力 他说你可以出去抬 我说抬我也抬不着 为了救他的侄子吗 让我去出去抬钱 当时小舅子说 抄你借多少钱呢 当时说得四万 我说我借不到 我尽力而为 是不是 张志说 小舅子春明家是个女孩 今年七岁 当时他们说孩子 患的是急性肺炎 在儿童医院救治 要想完全治好 还需要四万块钱 看着小舅子心急如焚的样子 再加上年迈的老岳父 哀声叹气 张志实在不忍心 就硬着头皮 去亲戚邻居家借了钱 完了然后 我们就出去颠的钱 当时借钱的时候 是我跟我的妻子 除去上 家 拿了两万 当时我的妻子是这么说的 我的兄弟 这孩子有病了 大姑姑你能不能 帮我 这是救命的钱 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得还 不能昧着良心 我大姑姑说这么话 可以 这样的话 一团住谁不着谁 我该帮我得帮 就这么的 当时拿到家里 我说我现在只能借到两万块钱 她说不够用 我说不够用 我也没有办法了 但我的妻子说 赶紧出去给弄吧 我说我再也弄不到了 后期 她又跟我说 上春七最好的邻居家去看看吧 我在那又按中地的名义 借了一万 拿完钱以后 他们急忙 饭都没吃就走了 那就是说你把这个钱 给你小舅子当时 小舅子是给你打了借条吗 还是说你就是把钱 直接就给他了 这个在我手拿钱的时候 给我出了一个借条 从这张借条我们可以看到 两笔借款共计三万元 都是在2016年借出的 双方约定会尽快还清 按照张志所说 他是作为中间人做担保 张志也一直相信 妻子家肯定不差事 但是后来妻子一家 却犯了拖延症 结果呢 我小舅子也说过 我也不会差你一分一文的 还给你 头几年是挺好 利息都给我了 就自从我与他姐 离完会以后 这钱就不给了 都说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可是这小舅子 当时借钱的时候 信誓旦旦 千恩万谢 这时间一长 却一拖再拖 赖账不还了 啥人呢 太不讲究了 小张现在是万般无奈 有苦难言 当时出去帮小舅子借钱 是看在媳妇的面上 可现在媳妇却和她离了 想过去看今朝 她真是忍不住此起彼伏 这钱可咋整啊 主僧能要钱 大哥说啥不还 他把二年利息没给我了 就得抄个要了 要挺长时间了 这不也没给吗 至于三万块钱 双方再起纷争 这干嘛 你说不是 我问你们这是啥意思 我老王再差钱 插不插这钱 这啥意思啊 这啥意思啊 关一离 罗乱账该怎么算 大海日信 我们下期稍后播出 采摘广西大峡谷 下秋两季已生黄金叶 鲜叶提取 一公斤鲜叶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还没好 还没好 老曼之 咳痰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排黄金油胶丸 采摘广西大峡谷 以生黄金嫩叶 一公斤浓缩提取 一克黄金油 每一粒都是薄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浓潭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正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伴您健康百年 构建文明乡村 创造美好生活 一风一俗 树立文明乡风 欢迎回来 咱们接着了 说小舅子一家犯男 借钱求到姐姐姐夫家门钱 这姐夫手里没有钱 于是就担保 帮小舅子借了三万元 可是没成想 借钱容易还钱难 直到姐姐和姐夫离婚 小舅子这钱是基本没还 气得小张是连跺脚带三白眼 他几个意思呀 到底打算还不还呢 当时你家的条件怎么样 不怎么太好 很土的那种 住的是土房子 我弟呢 我家的父亲靠种地为生 养了一些牛 变卖了好几头牛 为我撑了家 虽然条件很苦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结合婚以后 有了我的儿子 有了我的儿子以后 家里边负担更大了 所以我只有出去务农 打工 挣钱为之生 您在外面干什么呀 为别人打包免 就是开车扛带的 就这些 都说贫静夫妻百事哀 可成家的前两年 妻子王霞却并没有在意 婆家日子的清苦 这让张智非常感动 他也暗下决心 一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为妻子撑起一片 幸福的勤工 由于成家时 女方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他们还是后来 不办的结婚证 就在他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 妻子却突然变了 我当时以为日子过得很好的 但是我媳妇 在手机上聊天 认识一个男的 那你当时是怎么发现 他跟别人聊天的呢 他的手机不离手 平时双握当中 他的手机是放在电脑桌上的 后期手机就放在枕头底下 我碰的手机就不容易有碰 发现他的时候 手机上有一个男人也说 你要想出来打工 我带你走 你不想在他身边授群 结果他还是抛弃了我的儿子 和我离家出走了 在13岁那年 我的儿子去大姨家 发现了有他妈的联系方式 家的微信 找到了他母亲 联系的方式以后 说我也不可能回来 给你爸过日子了 你就好好给你爸过 回来以后 查我的腰腰一魂症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的确也充满了诱惑 按照小张的说法 前妻是因为耐不住粗茶淡饭 清汤寡水 飞出了一瓶如洗的家 那么真相当真是这样吗 小张的说法前妻认账吗 平时我们这个外人媳妇爸 他爸 哎呀 丁爸喝呀 喝呀 喝酒 那天呢 这个五马上江那天 这么点 那么点 我得加钱吧 我说他就成年那么多 我就说他不是好多 喝完酒就多 喝完酒就多 再唱歌 下学年还不睡觉 我说你这孩子还学习 孩子都那么大了 你还不让孩子好好学习吗 好好读书 你说就这么一个孩子 你说我都一个孙子 你好好念书 他母亲说过 他母亲说的 就是我亲眼听见 他母亲说的 我要死了吧 我这姑娘吧 我活了 我这姑娘能跟长 我死了 那就不知道 就这个后期 就是不就是 等这个 他母亲去世了以后 就是跟我外上 一天一天 这么的那么的 哎 就不敢那个从前了 我们能听得出来 婆家人 对张智媳妇的印象 并不太好 但不管怎么样 昔日的枕边人 如今早已分道扬镳 曾经的好坏 已经不再重要了 如今 面对债台高筑的窘境 张智是否曾找过 昔日的小舅子春明呢 那您就是找你小舅子 要过钱吗 这两年 要过 他怎么说呀 要说 你等啊 等我再给 等我给你 等我有钱就给你 我说那不行啊 你家人玩利息 你必须得给 那个 他说 别想他上往家要去 那我也过日子 我也过不安稳 在主经常上 你家来要钱吗 新年就来了 两三次 那你小舅子 有没有说过 什么时候 能把这个连本带利益的 给人家呀 他没有答复我 只有这么一话 你等 我说我还等啥呀 他们多次查我药 我上你家去 多少次 你应该知道吧 我上他家去过多次 但是他还是 有时候我抓不着他影 现在也是 手机还关机 那就是说 对于你小舅子借钱 这个事 现在他不给你 您前期 现在是怎么说的呀 我前期 现在就是说 跟他兄弟动说的 不给他能咋地 爱他咋地 我说 我也没跟他说过话 现在 也沟通不上 那您就没有 就是说 因为你小舅子 当时借钱 是你跟你媳妇一起借的 你们去跟你媳妇 沟通过这个事吗 让你这个前妻 帮这个您 一起去要这个钱吗 他不肯帮我 你的事情你自己去办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那个月是啥家去的 就说上月31号吧 当时您去 您也去要钱去了 那小舅子当时怎么说呀 就说上那个杨历年 这个12月末 等到杨历年 完了就连本带利 都给你回去吧 就这么就回来了 然后你到今天为止 你又朝他要过吗 咱们要过 要过 打电话也要过 那他怎么说 你打电话 他就说没钱 偿还债务一拖再拖 到底是小舅子耍赖 不想给 还是另有苦衷呢 从张志那里 我们了解到 小舅子是电工 一年的收入 三万元左右 为了了解 更为详实的情况 记者来到了 一百公里外的 前小舅子家 凑巧的是 张志的前妻王霞 也在这 当然已经离完婚了 啥鱼手机都办好了 不行我拿手给你干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来有啥事就切了咖啥 给我说明白的 是 恢复不能恢复 你俩以前在婚姻 婚姻内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就是小舅子啊 嗯 去抄你家借那个 对啊 说那个孩子有病了 对 然后说想借 想让这个就是他去出去给颠了点钱 然后说他就出去抄两家人家借了三万块钱 说是当时是你跟一起去的 对吧 我去我没签字 没有我没有关系 去是去了 我咱们坐 说到哪儿 办到哪儿 我去了 嗯 我去到那儿啥吧 我没签字 当时借完钱之后 你就是你跟那个他就是呃 在婚姻可能出现了点危机 然后一八年你俩离婚了是吧 你觉得问他咋离婚的吗 也是我在外面胎 我给我爸 给我胸的谎 我家有粮人卖 他都不想出道 让我抄我妈要钱 我后老弟上一年老板那儿要的钱 要回的钱 他可以来求我的 怕我哥哥不过 是怕不给钱似的 反过来我问他 我妈咋子的 你看他那要钱要死的 我妈呀 我妈她五十二啊 一股伙子没上来呀 一样给我妈要死的 为啥离婚 我还有那么大儿子呢 谁都是有女人呐 谁都有妈呀 不是主子咋咋咋咋咋的 就是心老狠了 我也有家 我十七跟他俩结的婚 是啊我听他说了 我跟他俩苦日子没少闹 他家结婚那家 这房子还不像这个房子 上面下小雨 我外面下大雨 屋里下小雨 你就说这日子咋过来的 现在呢离婚了 我啥没要 好钱是好借 要钱不能这么要 我有给你 我没有 我现在我没说我打无赖 我不给你 不是 他领的都要趟 该的钱的俩人 已经来后趟了 我有 我能不给你吗 果不其然 小张的前妻小娃 是一个爽快人 直言往事不堪回首 分手已成定局 但是人家否认了 小张的说法 自己就不是那 爱慕虚荣的人 更没有对不起小张的事 既然俩人都已经分开了 拍摄这些有啥用啊 别跑题要钱 这笔陈年旧账 今天是算不完了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留待明天分解 请不吝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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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滴好羊奶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茶奶袋 多重配方一例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一例羊奶粉用更高品质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北方嗨购为您精选火爆的酸奶大麻花和经典口味豆沙馅大麻花 原料精选最优质小麦磨成面粉 经过加工发酵反复油炸 口感香糯软硬适中 早苗屏幕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登门要钱怎样如此相对 三三五次核实势头 大海热信近期播出 时间关系咱们记得先落在这 明天晚上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咱们大海热信接着